在冬季养花遇到花卉的叶片发软 而且有一点水化 这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今天给大家圈两个最有用的方法 最常见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烂根了 如果当家中的花卉在过冬的时候浇水不当 引起土壤积水 引起烂根浸浮的时候呢 它上部的叶片枝条 首先都会出现这些发软 褶皱水化的现象 没有生机的这种状态 大部分呢都是烂根所组织的 这个时候呢就要拖盆修剪烂根 或者是腐烂的部位 及时消毒上盆才能够养活 第二个呢就是冻伤了 在南方容易受到霜冻 北方容易受到血害 家里的花受到霜冻血害的时候 它们的叶片啊 有时候会一夜间全都掉光 叶片呢很多都会发黑发软 而且就像腐烂的这种状态 非常的柔软 有水分很足的这种状态 肯定就是冻伤水害的问题了 像这种天塞呢我们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也要做的就是预防 在冬季养花 其实入室博温 温度10度以下 放到室内去养护 而且家里准备一瓶植物防冻水 在冬季的时候 可以每月给家里的花 浇灌或者喷湿一次 叶片 还有根部能有效提高植物细胞的免疫力 活跃性 提高这个植物的抗寒能力 让它们在冬季不容易出现冻伤和血害 最关键的一点呢植物防冻水 它能在对温期增强这个植物的活跃性 能够让这个植物 焕发绿液 保持有少许的光合作用 还有呼吸的作用 预防它们在低温期出现发黄啊 产生脱落酸 而出现大量的发黄掉落 还有就是低温带来的冻伤 这些问题都能够避免 有效的预防冻伤血害 其实在冬季养花并不难 又做的就是控水控肥控光 再加上即时保温 有一些花会需要修剪 及时修剪 做好这些工作呢 家里的花才能安全地度过冬季 减少一大半的烦恼发生 如果你喜欢养花可以关注我 让你养花变得更简单